使用iCare Home 掩压剂测量掩压。 接通iCare Home 掩压剂的电源。 按下电源按钮并按住三秒。 三秒后,所有显示面板信号灯将闪烁一次, 并且会听到风鸣声。 当装载 Load 信号灯呈绿色闪烁时, 可以插入测量探头。 插入测量探头。 小心地将包装膜从无菌探头容器撕下来。 将盖子从容器拧下来。 按住掩压剂,使探头底座指向上方, 并将探头从容器托放到探头底座中。 将掩压剂保持在同一位置, 按测量按钮激活设备。 掩压剂激活后,请始终将探头固定在其底座。 您的 iCare Home 掩压剂已经可以开始使用。 调整额头和脸颊支撑部件。 根据培训者调试好的距离值, 调整设备的额头和面颊支撑部件距离。 由培训者调整好的额头和面颊支撑部件距离, 会记录在掩压剂便携包装盒里的表格上, 根据记录调整到设定的距离。 测量位置 1 您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 将掩压剂靠在您的脸上, 用一只手或两只手握住。 保持正确的姿势。 我们建议照着镜子做, 那样有助于固定准位置。 您可以在镜子中看到闪烁的箭头光, 将设备置于您的眼睛前方位置, 以便探头对准您的瞳孔中间。 您将看到一个对称圆形, 保持掩压剂和脸部呈90度的角度, 保证设备的位置正确。 当探头底座的绿灯亮时, 表示可以进行测量。 信号灯为红色表示位置错误。 如果您用两只手测量, 则支撑的手不能接触黑色区域。 也可以让助手进行测量。 执行测量 当显示面板上的箭头信号灯 呈绿色闪烁时, 表明已可以用眼压剂进行测量。 将眼压剂靠在您的脸部。 按下测量Measure按钮并一直按着, 直到听到一个风鸣声。 探头会轻轻触碰到眼睛的表面六次。 您还可以通过分别按六次测量Measure按钮来进行测量。 经过这六个步骤之后, 您将会听到风鸣声。 成功测量掩压之后, 显示面板将显示绿色信号灯。 故障诊断 当探头底座的信号灯呈红色时, 表明设备无法测量。 这表明设备和脸部未成90度的角度。 将眼压剂靠在您的脸部重新找准位置。 当角度正确时, 探头底座会发出绿色的光, 表明可以开始测量眼压。 探头底座呈红色闪烁时, 您会听到三声长风鸣声。 设备离眼睛太远。 调整额头和脸颊支撑部件, 使其更短。 按测量按钮, 以再次测量。 探头底座指示灯将闪烁红灯, 而且您会听到五声短风鸣声。 设备离眼睛太近, 调整前额和脸颊支撑部件, 使其更长。 按测量按钮, 以再次测量。 探头底座指示灯将闪烁红灯, 而且您会听到两声风鸣声。 探头接触眼睛出现对角偏差, 或发生测量错误。 按测量按钮, 以再次测量。 测量后, 显示面板中有橙色指示灯, 测量结果的偏差太大。 按测量按钮, 以再次测量。 显示面板有一个红色信号灯。 更换探头。 如果指示灯仍为红色, 则更改探头底座, 再次开始测量。 关闭掩压剂并取下探头。 按住电源按钮, 直到听到三声风鸣声。 如需取下探头, 请将其从探头底座拉出。 可以将探头作为混合废料处理。 掩压剂如果三分钟内不使用, 则自动关闭。